巨型牡蠣中有一支牡蠣精 外观看起来就像是留着短短的卷法 再搭配和蔼可亲的笑容 双手敞开就像是欢迎大家来 这个新的地标就在澎湖白沙香 牡蠣精下方写着八个字 城前仙科观光码头 这是澎湖目前最夯的地标 网友拍照PO上网 不少人留言看起来好棒 这下是真的棒 也有人笑说先前吉倍岛的珍珠小童 出现对手了 小孩子坐在贝壳里面 身体靠着珍珠戴着帽子 配上超大眼睛 当初一亮相 就被网友说是澎湖鬼娃恰吉 加上另一尊小童 手上还拿鱼叉 有民众认为珍珠小童 是吉倍岛的象征 后来这几座雕像 也变成知名打卡景点 照片一上传 大家就知道是吉倍岛 不过牡蠣精惨遭民众吐槽 吉祥屋真的都不是普通的丑 我说上班的路途来看一下 实地到底是怎么样 但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新的地标出来 网友热议 还有人提到澎湖科大的小丑鱼 校园立了两座小丑鱼装置艺术 其中一座头戴天人菊 身穿比基尼 另一座就是戴学士帽 额头上还有一搓毛 很可爱啊 看他的脸太可爱了 澎湖只要推出新雕像 都在网路引爆话题 讨论度相当高 有人觉得可爱 有人却不喜欢 外表是见仁见智 流量跟热度都成功 打响知名度 TVBS新闻 陈正 廖文汉 徐又翔 彭物厂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